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这里是位于纽西兰首都 魏灵队市中心的全国电影档案馆 今天是全国国际电影节开幕的日子 纽西兰全国国际电影节将在今年11月份闭幕 傍晚 这里云集了由中华民国 台湾驻纽西兰代表处新闻主邀请来的 乔舍领袖 政界友人 新闻媒体等嘉宾 大家共同迎庆了第37届国际电影节的开幕 并观赏了已故著名导演杨德昌先生 爱豆腐的杨的影片《依依》 我们首先专访了中华民国台湾 驻纽西兰代表处新闻主 曾组长伟明先生 我想今年我们很荣幸地跟 纽西兰国际电影节的主办单位 合作举办杨德昌的电影的回顾展 介绍他的七部影片 这次是很难得的一个时机 因为这是第一次杨德昌的七部电影 完整地呈现在 在纽西兰的观众面前 那展望未来的话 我们将继续地引进去推荐 更多的台湾优秀导演 还有演员的作品 电影节主席高斯顿特别谈了杨德昌的影片 电影节早早地将杨德昌和侯孝贤的电影广告贴在了宣传玻璃窗上 一年一度的纽西兰国际电影节 吸引了全国近40万观众 很多电影是一票难求 不得不加场也是门票受光 这次共有194部电影 来自47个国家 按电影的数量排名是 美国 英国 纽西兰 法国和台湾 另外要包括侯孝贤导演的法国片 另外有一个纽西兰当地的导演 所做的一个纪录片 但是他的主角是来自台湾的太极拳的武术的教练 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现象 我们很感谢 我们从中国的台湾和台北 在台北的经济业务职业务 在新西兰业业业专业专业 对于电影节上有很多亚洲来的影片 高斯顿主席说 纽西兰亚洲电视台 王宁现场报道